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要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了 来 这些坚博怎么在你这儿 夫君忘了 夫君曾救过我们母女二人 这些坚博都是你留下来的 我一直好好收藏着 希望有一天能够亲手交给你 没事 冷静 冷静 你没事的 看着我的眼睛 刘温叔 温叔 夫君还记不记得 当时我吓坏了 一直紧紧地抓着你的衣服不放 再后来 我受伤了 我找到客人 想让我上去 为了 要墨 要去 也要第一次 要嫌人 这些划算是 你 他准备了 你 附近 附近 我原以为丢了 没想到还能找回来 只是 不认识 不管怎么说 都借你的细心保管 你我都是夫妻了 说话怎么还这么客气 你知道吗 这些坚博我看了很多遍 早已熟记在心 每读一遍 我都觉得 心里面对你的了解 又多了一分 我就知道 我们早晚还会再见面的 如今 我们结为夫妻 你说 这是不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缘分呢 是吧 我倒是 越来越不了解自己了 你说说 你了解我什么 一者 夫君萍水相逢 旧山童于危难 为常人不敢为之事 二者 夫君大战昆阳 天兵神将 以少胜多 威名震天下 在山童眼中 夫君 必是当今枭雄 的 母亲 日子 都没有 在山童 英 elder 夫人 artificesper 伯母 鈴鐺 er 弟弟 负荣 是 要替哥哥分忧 我才舍不得把山童取配給劉秀 努碧愚鈍 這是為何呀 有些事你不知道 娶妻當得殷利華 她在娶山童之前已有殷屍 我怕山童會受委屈 山童和劉秀 同房了嗎 這樣 對我有什麼不能說的 母亲 你怎么能问英洛这种事情 我也是关心你呀 既然你都听到了 我也就不问英洛了 刘秀她对你好吗 夫君对我温柔体贴 母亲 这种事情 你就不要担心了 对 大司马对姑娘很好 与姑娘非常恩爱 小婿拜见岳母 都是自家人 贤婿不必客气 山童还年轻 今后如果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 还请贤婿要多担待 岳母大人言重了 夫君 不是说好要去拜见舅父 走啊 夫君 走啊 我们去了 行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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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许啊 你这几日在我府上 还住得惯吗 多谢贞定王悉心照料 世事处处想得周到 你与山童成亲 咱们是一家人了 从此以后 不分你我 一起讨伐逆贼王朗 为庚使陛下效力 多谢舅父大人申明大义 我成亲已有三日 昌城的部下正在等我赶回去 继续北上讨伐王朗 我已与山同商议 打算明日便启程 有镇定王和大司马联手 打败王朗肯定不在话下 镇定王 这回您准备出多少兵 协助大司马啊 贤婿与昆阳一战 打败王莽百万大军 真可谓是用兵如神啊 如今麾下又有精兵数万 定能与那王朗逆贼抗衡 至于我这边嘛 部下人数虽多 但都是一些闲散门客之流 而且周围还有不少草莽流寇 需要守长山郡 所以我这边的人马 暂且作为后援之兵 坐镇真定 等时机到时 再出兵协助于你 镇定王 你当初答应过我 要出兵协助大司马的 可如今咱们成了一家人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伯先兄 稍安勿躁 这真定王也未说不会出兵支援大司马呀 表叔 这邯郸贼军数倍于我放 这城池一手难攻 还希望您鼎力相助啊 我不是不想派兵 可我的队伍当中 还有兄弟刘让刘细麾下的 要是派兵 还要和兄弟们商量 我不能擅自做决断 那要商量到什么时候 镇定王之意 秀乙明白 有您坐镇后方 我们如虎天翼 再无后顾之忧 来 少归 อน吴 虎天翼 こう 不手 南廣伦 南大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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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大冸 陆军 时候不早了 身体要紧 还是早些回房歇息吧 你先休息吧 我还要看送来的战报 毕竟此时 大司马和姑娘明日还要赶路回昌城 还是不要太劳累 早些回房歇息得好 嬴落 不许多嘴 诺 邯郸军逼近 大战一处在即 众将士们都在等我安排 我必须要在赶回去之前 看完这些战报 有所安排才请 委屈你了 既如此 那山童就不打扰夫君了 嬴落 再拿两盏灯来 这里光线太暗了 夫君看久了 挥了眼睛的 诺 去哪里 这是我 这个精神庇 我ס起了 我好 我要啦 我先走了 你 准备一条 对不起 这地方还挺清幽的 看来很适合隐居 这里也是个疗伤的好地方 我这腿治了这么久也不见其色 我想这一回 是真的好不了了 姑娘千万别这么说 咱们到这儿来 就是给你找程大夫的师父 为姑娘医治腿伤的 姑娘只要好好养伤 腿一定能很快好起来 程大夫的师父 是哪位高人 说的是我吗 喂 我看见你 那娘的汉没 她的汉本 她的汉本 女儿 如今你嫁做人妇 千万不能像在家中一样任性 一定要好好地侍奉好夫君 女儿知道了 你嫁做人妇 母亲也要保重身体 女儿会常常挂念母亲 为母亲祈福的 母亲别无他求 只求你在侍奉好夫君的同时 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受累挨饿 那母亲就会心满意足了 母亲多虑了 夫君便是女儿的天 女儿的盾 只要有夫君在女儿身边 女儿什么都不怕 请您放心 我会照顾好山童 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山童拜别舅舅 拜别母亲 明明说好一起抗敌 为什么这个刘洋 现在变得一毛不拔 这个刘洋因嫌狡诈 我们早就应该想到 她会出这一招 都怪了我 早知道 我就不应该答应她 雷音的请求 这个老家伙 都是我们的错 万万想不到 刘洋出尔反尔 竟是个言而无信之徒 大司马已经去郭叔叔 是入门 沐浴成舟 现在说这些 为时已晚 虽然他答应过 说咱们有危险的时候 会派兵营救咱们 可是 我觉得现在 咱们也不能指望他了 诸位 不要再自责了 真定王虽被出兵 但他已答应归附于我们 不与王朗为武 对于我们来说 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即便没有他的支援 以我们的兵力 也可以与王朗抗好 各部 即刻整顿人马 准备北上 抗击王朗 诺 我永远空 天下 把艺术静压 放在你那里 我都能赶快 我 主公 阿宇 丽华走的时候 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 那你如何安排郭氏 阿宇 若会做事你 你会怎么做 以前我一直很羡慕你 但是现在 事到如今 我又该何去何从啊 主公现在已经无路可退 令兄刘伯胜与丽华的志向 要由您来完成 唯有平定战乱 才不会辜负他们的牺牲和退让 不认识 你怎么会和舅舅在一块 自从蔡阳一别之后呢 我就云游四方 再后来我就碰到了师父 我们一老一少呢 为了躲避战乱 所以就隐居在此喽 你过得可真是悠闲自在啊 那是我命好 可不像你们老累命 死灵 丽华伤重未遇 既动怒气 你就少气她两句 老师 她可是征战沙场 威风凛凛的殷己将军 怎么可能会因为我的两句话 就动了气呢 我已经不是殷己了 再也被封不起来了 丽华 御池君已经把发生的事情 都跟我说过了 王者仪仪 现在的你就是什么都不要想 安心在这儿养病 舅舅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的腿给治好的 对对对 女孩子就应该多听点话 你看看你就是太逞强 不自量力 才会落到如此惨败的下场 乱世之中男子应该有所作为 像你这样放浪行孩不思进取 跟浪费粮食的杜虫 有什么两样啊 我原本以为 嫁了人的女子呢 就会平云无趣 没想到我们殷家丽华 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 也有这补出须眉的血气与傲骨 那是 丽华 上一次我让承玉 给你带去的药 你按时吃了吗 吃了 承大夫说 只要服过三副药 就会好的 你想得到清晓 你这腿差点废了 原本药师难救 这要不是师傅 将它珍藏了十几年的药 拿出来熬 你的腿早废了 还有 给你熬完之后 你怎么跑到昌城去了 受颠簸之苦 药效可大胆折扣了 不担心不担心 舅舅在帮你调治一些新药 只要你能坚持治疗 这腿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有舅舅在 丽华就放心了 你的腿啊 快点好起来吧 缺了腿的阴机可不好玩 那也比四肢健全 有手好闲的废物强吧 爱卿见朕何事啊 回陛下 自从陛下和臣说起整顿朝政之事 臣便也不能为 思索如何为陛下分忧 那你说说吧 依臣之鉴按周 周里王者为后 而陛下只有韩夫人 赵夫人 诡智无诈 应早立四德兼备的皇后 致力内庭恭维呀 朕刚刚前渡长安 群雄拥兵自重 赤梅又虎实丹丹 而长安又宝京战火 百飞待兴 等百姓安抚之后 再立后也不迟 不过 爱卿你放心 朕是不会亏待赵姬的 多谢陛下 退下吧 诺 陛下 什么事 河北传来消息 刘秀举郭山桐为妻 并得到了甄定王十万大军的支持 正率兵反击王老 真没想到 刘秀竟然还有这个本事 是 传朕的旨意 立刻派使者西行 征召隆西未消 让谢公和马武 从河东郡启程 从南面袭击邯郸 陛下的意思是 与刘秀合力共灭王老 刘秀是朕的臣子 如今臣子打仗 朕岂有不派兵增援之力啊 诺 好酒啊 来来来 干杯 干杯 是谁惹朕的爱妃生气了 闷闷不乐的 我是在想殷姐姐的事情 早知道刘秀是这样的人 当初就不让殷姐姐去河北了 我早就提醒过丽华 刘秀是在利用她 她就是不肯相信 死心塌地地跟着她 如今 刘秀找到对她帮助更大的女人 便停期再去 将丽华弃之不顾了 她就这样娶了别人 让殷姐姐情何以看 王殷姐姐还对她一片情深意重 这也是丽华自己的选择 想当初 我还特别羡慕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现在想起来 什么娶妻当得殷丽华 简直是讽刺啊 刘秀此人 心机甚甚 她为了达到目的 是什么都能放弃她 陛下 陛下 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求你 什么事你说 如果 我 如果有一天陛下不喜欢臣妾了 陛下 你一定要亲口对我说好吗 傻丫头 你是朕心爱的女人 朕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我听说 韩基 在为陛下扩招后宫 说不定到时候陛下有了新欢 就忘了我这个旧人了呢 你以为我跟刘秀是一样的人吗 妾不敢 妾只是没有信心 能够一直留住陛下的心 赵姬啊 赵姬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在朕的心里 你的地位远高于韩基之上 等天下太平了 朕会给你应得的名分和地位的 陛下 我要的不是这些 难道你不想当皇后啊 陛下 其实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也知道 不管是你还是刘秀 你们娶妻纳妾 有的时候是情势所必 现在陛下把这个宫中最好的长丘殿给我住 就说明陛下心里是有我的 臣妾 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所以 那些名分地位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我只想像现在这样陛下 陛下 然后 再给陛下生一个皇子 我就满足了 赵姬啊 你放心 朕是不会辜负你的 不得我 是不得了 有没有 十岁 可是他们就说我要了 路了 我有什么人 你不是红镜人 你别老瘸瘸瘸地说好吗 我这都够倒霉的了 你还奚落我 好好好 那我不说了 我听师傅说 你是从小就学习剑法的 我在想啊 等你好了以后呢 那咱俩比试比试 怎么样 子凌 我还真不是看不起你 但别说等我好了 即使是现在啊 我也能轻轻松松地赢你 说你胖你还喘着了 你现在连动都动不了了 你怎么赢我啊 等舅舅治好我的腿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子凌 来 我力花下来 再试试走走 轻一点 来来来 好 两条腿是不是比刚才有力啊 好像是比之前能够吃一点力了 而且也没那么疼了 扎着这个学位挺管用 我自己走一走 最好 像是比起来的 你肯定要想 这就要吃了 只要吃了 你自己做 我自己做 这就要吃了 就要吃了 你吃了 不吃了 不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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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人光耿纯的汉军家眷皆被敌军挟持 文书去了哪里 刘秀率主力大军北上 攻打百人城市 王朗一面派大将张参进驻 另一面派信都王率部众围困信都 信都原本兵力就空虚 再加上城内有大姓豪族马虫 杀死了守门的汉军将士 打开城门迎接邯郸军 信都成不战而失 人光耿纯的家眷 李中的妻子老母 以及披童的父亲弟弟 所有的家眷皆被囚禁挟持 姑娘 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前几天 我们离开后没多久发生的 那李中他们作何反应 在我看来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们被迫对大司马性不利之事 而是他们忠于大司马 但前提是放弃自己的家人 这位王朗手段太毒辣了 这位王朗手段太毒辣了 那些家属如果有失 追随刘秀的那些将士们 就会军心涣散 赵寿就算刘秀全力回原 恐怕也是凶险至极啊 主公 我军将领的家属已全部被抓住 同时他们还以此为人知 向我方发起了席文 席文当中还威胁到 若是不投降 就要对我军家属打开杀戒 即可种的兵马回原信东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救出汉军家眷 大司马为咱们的家眷着想 咱们也要顾全大局 弑君者不得顾家 一切要以国事为重 大司马若此时重返信东 必将前功尽弃 任将军说得对啊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撤兵后退 这样的话 反而中了王朗和琉璃的奸计 对 咱们绝不能自乱阵脚 一定能有两权之策 无论能不能救出家眷 我们都愿意誓死追随大将军 誓死追随大将军 是 众位将领好意 秀感激于些 然而 秀自己曾经经历过战争中的失亲之痛 因此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把你们的亲眷置于危险之中 主公 但是现在人心惶惶 如果我们离开的话 恐怕军心有变 主公 依我所见 您应该继续留在军中 攻打百人城 同时派仁光和李忠二位将军 各带一队人马前去信都求援 主公 冯将军所言甚是 就让我跟李忠去吧 让我们去吧 那就有请二位将军回原信都 拜托两位 一定要救出汉军亲眷 令传我旨意 若有救出汉军亲眷者 赐钱千万 末将领命 姑娘 收到消息 王冷大举招降 说是肯投降的话便加官禁决 若是不肯投降的话便杀了他们全家 人光耿纯 匹同李忠等众将不仅为屈服 还杀了马宠的弟弟马忠 宁死不详啊 他们在危难当中跟随三哥 如今秦儿老小身陷敌手 如果不把他们救出来 不仅愧对众将 也愧对他们信任三哥的民心 我们在河北有多少影视 姑娘的意思是 召集殷家的河北安放的所有人 务必把将士们的家眷救出来 姑娘三思啊 此事万万不可 为何不可 影视只负责传递消息 互通有无 他们的身份都是平民百姓 犯夫走卒 这些人并不适合摆到明面上 也更不适合行军打仗 况且 殷家影视不足五百 以五百人对城中的几十万邯郸大军 入阳入虎口 有死无生啊姑娘 我看此事还是交给大司马自己处理吧 据我所知 大司马已经派兵前去救援了 主公 仁光里中他们回源信都的部队 在途中遇到王朗的主力部队阻击 现在两军相持不下 恐怕难以脱身 现在的情况已是岌岌可危 仁光里中 若他们再继续前进的话 肯定抵挡不了王朗的部队 胜算也不高 但如果现在撤退的话 就等于 这信都的老百姓于不顾 王朗此举甚是阴毒 我们若是不能救出信都的家眷 不仅愧珠江 还会导致军心涣散 但现在已到这部田地 肯定是要先设法救出人质 主公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向真顶王刘洋求救 他兵力雄厚 若他肯派出援手的话 肯定可以解信都之尾 刘洋 他若是肯出兵 早就出兵了 我们现在去找他 廖启阳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主公 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姑且一试吧 也罢 那就还是派刘直去吧 诺 信都落于王朗之手 刘秀父被受敌 估计这次是凶多吉少啊 大王 您是怎么打算的 需不需要派兵支援呢 大王 刘知将军求见 刘秀果然派人来了 让他进来吗 不 就说我病了 不宜见客 让他先回去吧 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那都是值得的 可是不要再说了 婴落 还不去收拾东西 马上启程 诺